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飞匠 我给你带来的组号的一个风格在这里 一期修正版的狮狂的战争说 这场比赛1P的战天城 vs.P的愤怒哥 这两位高手可以说是 老冤家老搭档的 也不能说是冤家 只能说是棋逢对手 真的是棋逢对手 愤怒哥也是战争城遇到的为数不多的 真正的对手之一 看一下 手发安切尔对战成国汉 这场比赛双方是两主力一随机 都把自己随机到角色白头 有说法 嗯 安切尔虽然说很凶 但是打出的转锤对他来讲 应该是个毁灭性的对攻手段了 只能说是剑缝插针的跳吧 你看 想杀一波 整个一期版能跟大猪拼得这么惨的 真的不多见了 安切尔也算是尽力了 来看下一回合 大猪可是三宝宝之一 镇元斋 陈国汉 夏尔美 这是三个工人的最弱角色 暴摔直接撂倒 这个下招堵得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的 可以理解 来看下一回合吧 战天成今天又掏出自己的轰丸 又化身战天雷 看一下奔农克这边的玛丽 能否一柔克刚 借力打力呢 反对压制 红安优移跳的比较高 所以说很难做到无缝压制 那很明显会给玛丽剑缝插针反打的机会 红安这个角色确实他就是力回千只为辱吧 包括他的连任拳 金角 都是对空的好手 好的 哇 这一下奔农克秀起来了 后跳重腿本来想对侧一批前冲 但是战天成刚才能不能让闪圈 反而被打中逆向中断 最深对侧一批的逆向中断可太久了 这手反跳中脚 但是这边站在成前冲 还是对侧到对手的裸一臂 一瞬间洞悉对手的意图 想拉开距离是吧 我就直接钻过去 直接冲到脸上 一套鞭腿四拳 但是没带走 可惜了 精彩精彩 一瞬间的心里博弈 真的是 招招致命 太险 太惊险了 太狠辣了 本忠涛下盘 秒了 三下五水 看一下奔怒哥这边 最后一个手底角色 来吧 Chris 克里斯 小蛇说是 哎 奔怒跳CD 克里斯的跳CD 依然比较致霸 小跳落地 普通投地投 AB张力泽 但是下星角 占星角没有开BC啊 可惜了 这对战天成来讲 是好消息啊 想回半条命啊 哎 好 落地地投取身怎么则 大跳中腿 连跳进攻 呦 这战天成还在 这个 预判对手的预判 但是奋怒哥 可不管三七二十一啊 你不打我 那我就打你咯 一撕血 啊 花蟹被生龙 对责到 超远距的花蟹 才开BC 点下盘 时间不够了 战天成必须要进攻的 奋怒哥直接变身 要变身大蛇了 哎 不来是吧 那我真变了 我变了啊 你不来 我也不变 嘿嘿 战天成刚才很明显 在等奋怒哥变身大蛇 刚才那个距离 如果你敢变身大蛇 我跑刷 马力台风 就那个隐藏啊 是实现绝对够的 刚刚好能反杀的 所以说 奋怒哥就 哎 不变 不变 你不来 我也不去 嘿嘿 好的 重拳弦星拳 但是生龙没跟上 无所谓 还是版本压制的态势 那就可以了 迷离这种抗压能力极弱的角色 基本是没有任何的出路可言 重拳弦星拳对色EP的裸弊 看一下战天成这边 二发出场的角色 还是选择上红丸 感觉战天成对红丸是 呃 偏爱 是吧 格外的偏爱 哎呀 好的 跳出去 落地点一下盘 这奋怒哥有点急了 刚才竟然赶出生龙啊 真空片手 追超杀再对过去 那奋怒哥这手黑刺球 应该是没机会了 这红丸一旦找到优势 对吧 那立回牵制起来 才是红丸的主页 他的 呃 本职 是吧 嗯 成龙对空 坏了 当我没说吧 开刺球表示 好 你立回是你的本职 你的 本职工作 是吧 但强攻 才是我的主页啊 哎 就看谁的专业 更硬核了 是吧 谁的专业 更专业了 来吧 玛丽登场 哎 好的 暴摔这一下 没反应过来 确实 太敢操作了 这一下敢直接跑刷啊 这一下如果没抓住 那这套伤害 呃 不死也脱层皮啊 先跳进攻 反跳 逃逆向下盘 哎 不能够这边 双龙回径 大跳放 粘跳 中彩 连跳进攻 能量闪闪 反逃 战天成这边是 再艰难逃 确实没脾气啊 先秒掉 一丝险 呦 这手精准防御 防住对手的窝心铲 但是没有点下心脚啊 战天成没敢操作了 其实刚才直接点下心脚 这是百分之百的缺乏 因为刚才距离太近了 对吧 窝心铲 好吧 那这样的话失误了 对手很难再给你这个机会了呀 走发 连娜 对战红丸 嗯 弗鲁哥这边也不及 把胜券在握了 连跳进攻 笑跳 落地天也下盘走 叶娜一个头两个大 确实没办法 先笑一圈压制 延迟点战中水点不到 好 裸地被吓住全圈认 漂亮战天成 来吧 双龙取消 开启爆走 彻底疯狂 你给我 死吧 来看下一回合 这连娜确实够飘逸啊 战天成的连娜 跟萧承权跟小小都不同 还是在连段之中开始暴走 更加稳定 更加稳健了 这个裸杀 你在变什么 愤怒哥 战术性裸杀吗 不是很清楚 可能是失误了 这波贴脸 窝旋发射压制 下重拳对空 强开比起小跳 逆向反点 就是点下盘 玛丽现在有点慌了 本个压制好卸防卸掉 重拳来上一个生龙 好的跑刷 隐藏没提醒 哇 愤怒哥真的敢操作啊 看一下战天成这边 小草登场 终于上小草了嘛 来 潜心脚枪 还不一心点下盘 这波是新典的一个日子 滑闪被缺乏 这次没有知误 大蛇蹄直接带走 战天成这一局要吹起反攻的后脚了 击鼓 进军 对吧 克里斯 一缕微光先到 随后火蛇如龙 看一下克里斯 连跳CG反对压制 这个下定全真敢操作 但是克里斯 宛如游龙一般啊 各种起跳 确实也抓不住他 好的 刚说反 小草表示我看怎么个事 反边生龙 硕田没有跟上没关系 小草中水对子2P 露一臂 逮到 哪里跑 来看一下一回合 看一下愤怒哥这局运气如何吧 首发赛斯啊 还行 但是战天成这边运气明显更好啊 这手龙儿 稳定的carry点 伤害非常的高 高伤 而且是整个024 好 闭嘴 什么情况 哎 要没血了呗 战天成 好的 下清拳蛇屎 但哎 好 没抓住 无所谓 咱重振习谷 呃 这愤怒哥 这 啊 这赛斯什么流的 什么流派 是吧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哇 真的离谱 这么强吗 闭嘴城直接被活活打死了 你感谢三打打到死 看一下 金家帆 好的 下清拳拳单天 可以 靠BC 有的观众 可能会不理解啊 为什么说散打打死了 你会这么惊讶呢 有点像什么 就有点像你玩一个法师 不靠技能 纯靠平A A死对手的 而且是满血 A到死 就这种感觉 对吧 就这么惊讶啊 毕竟这个版本是以连招为主嘛 这CD要不要还血 还血好 没还死 但差不多了 来看下一步 就真的是这样的啊 不然应该打连段的 放技能的 结果你靠平A 活活A到死 而且是满血A到死 任谁都会惊讶 来看愤怒哥这边 玛丽 哎好 这弹点BC走起 战天城又开始秀了吗 背月闪生龙车杀腿过去 战星拳小跳 重拳再压制 玛丽这边各种能量 闪生各种起跳卖血 但想出版还是没那么容易的 连队学生高跳重拳 连跳进攻跳重拳 下星角远星角 这个马力看得非常准 实习点的可以说是完美的 开明侠 这个下星角刚好是点到了 战天城想闲中的一个 前摇啊 还没有跑起来 看一下这边 红丸登场 哎 那边都在等 哎小跳 哎坏了连段之路 但是对战天城来讲 是个好消息 远星角单点BC走 倒是带不走 但是战天城 这红丸毕竟不是无规则 不能落隐藏 那怎么办呢 CD也不绕 两头堵了 这怎么办呢 后跳中拳对折 一批前跳好的空投 就算空投了也不敢压制 这手敢赌 你赌不起啊 好的 哇 这手真空骗手区 八百里开外 MAX雷光拳 一拳带走 漂亮 哇 这个距离太远了吧 看一下 分路哥 克里斯 小跳CD反变压制 好 CD要还血了 没想到给 粘贴城 也逼急了 也战略性CD了 但是确实很难翻了 带着跟住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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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